张杰擅长画淡彩和素描,而这两种形式的画互相衬托,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。 这次张杰展出的多半是台北的风景为主题,尤其以笔为骨干,以颜色做渲染,画出了一片带有生气的绿树,所以也有人叫他的这次画展作为画术的特展。 但是他其他的风景作品也意境迷人,虽然画家王岚和胡佳都曾经批评这是一次成功的也有风格的展览。